选手在巴金斯当中是战胜了中国香港的王晨 然后半决赛战胜了代表法国的皮红彦 这场比赛是可以代表女子单打最高水平的一场球 周密在现在世界排名是第八 但是当他状态回勇之后还是很难战胜的 他在巴金斯当中是战胜了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谢信芳 然后半决赛战胜了中国队的另外一位选手蒋燕角 双方交手的次数非常多 一共打过15次比赛 周密赢了11场张宁赢了4场 那其中有一场比赛是在奥运会上是张宁赢了 但是那场球半决赛并不能完全代表两个人的水平 当时是从无论心理状态还是竞技状态来看 张宁可能去打决赛赢得张海利更为合适 我们在画面上看到张宁是1975年5月19号出生 在今年他获得了日本公开赛的冠军 打进了全英的决赛 周密是1979年2月18号出生 今年的全英和德国公开赛都打进了八强 在新加坡公开赛当中进入决赛是他最好的表现 今年的苏迪曼杯由于奥运会之后 周密和龚瑞娜两个人训练都不是很系统 再加上一些伤病 所以一直以来成绩都一般 所以苏迪曼杯的时候也是张宁和谢信芳两个人打的主力 周密在2000年奥运会之后 他的上升势头非常迅猛 进步的很快 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排到了世界第一位 那么2001年是中国队在广州获得游博杯冠军 周密是队中的头号主力 2002年他在亚运会决赛战胜了队友龚瑞娜 夺得了亚运会的冠军 大家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这次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 从八强到最后决赛的一个晋级过程 八强选手是谢信芳、周密、蒋燕、角 那么张海利和皮红燕是在八进寺的比赛当中相遇 结果皮红燕2比1战胜了张海利 那么最下面一队选手是王晨和张宁 我们继续来介绍周密的情况 他在2012年获得亚运会的冠军之后 在回到北京东迅的时候 他是换了急性蓝尾炎 然后做了手术 这次手术休息的时间也比较长 也非常严重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状态 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回到2011年到02年的时候的那个水平 到2014年奥运会之前 他的水平基本上已经接近了他的巅峰时期的状态 最后是在奥运会上获得了铜牌 在战胜古瑞娜获得铜牌之后 在奥运会比赛的现场也哭得非常凶 因为对于他们这些运动员来说 能够有一次奥运会的机会去争夺金牌 是很不容易的 奥运会之后 周密已经有了退役的想法 但是这次新加坡与毛球公开赛 他又打进了决赛 而且战胜了势头正猛的谢庆芳 不知道今天对阵奥运会冠军张宁 两个人会打成一个什么结果 第一局比赛 首先是画面上方穿着黄色运动服的周密发球 广西选手 在画面下方穿着浅蓝色运动服上衣的是 来自辽宁的奥运会冠军张宁 两个人身材都很高 尤其是周密 是能力非常突出 这在场上多拍 大范围跑动的能力相当的强 当然张宁在这方面也是很出色的 另外在往前张宁可能有一些假动作 他的技术更加的细腻一些 这又是在往前张宁手上有一个平顿 周密的启动稍微慢了一些 PXIE直线 上网 在强点抢得很高 但是是在低点来击球放网 周密一开始没有敢动 在启动的时候慢了 周密一压对方头点的时候 球出界 双方打成1比1 好球 张宁在比赛一开始 这两个球 他的速度还是比周密要快 周密要求换一个球 对于周密这种打法的选手 他的身体状态 就是他的体能训练 他的训练水平是不是能够跟上 能够达到这个比赛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 张宁的球攻出了界外 在比赛开始呢 张宁还是打得更加积极主动 速度也比较快一些 周密还好像没有完全进入状态 先把球拉开 周密判断失误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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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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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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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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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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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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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比赛一开始还是张宁的速度比较快 他的球权都是在高点 而周密呢好像对于今天比赛制定的战略是一开始先慢慢打 并没有去抢点来击球 尤其是往前他的击球点都很低 这样再往前就抢不到主动 又一次判断失误 在场上的比分是6比1 我球这是抓了对方一个跑对角线 图现比较平的一个机会 周密在半场突击上了一个追身 然后再抢往铺上 就是这一拍 张宁挑了一些平 这是机会球 张宁在往前挑球的时候蹭了一下球网 球没有挑到位 周密是抓了两个机会 夺回发射权并且追回一分 2比6 周密刚才这个往前步伐还是比较快 抢到了高点 但是放网的这一下质量偏差 这个粘迷失误了 这几拍球 周密的速度有所加快 像刚才压对方头顶的球 弧线就比较平 张宁现在在自己的头顶 刚才这几个球的处理上都不太理想 那周密推他头顶的球都很平 如果张宁能够抓一些这样的球路的话 可能会改变一下 在这种球上的被动 像中国女队这些高水平的女单选手呢 都具备一个优点 就是他们在后场下压的进攻的时候 动作的一致性非常突出 这样让对方防守起来有很大的压力 那今天比赛张宁一些球 重复打一个落点 已经有好几个球效果很好 因为双方交手很多 平时又是队友 所以大家在彼此当中都 打球的时候都非常熟悉 那张宁在有些球上可能改变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一些习惯 让周密有些球 在球路上有一些不太适应 免续墙往前 张宁在确实在往前 他的技术还是要更加细一些 整人一场 grassroots 需要场 以上 去一路有一点 枇杷 是 对一个对角 现在接位 突然没一个突击 实际掌握的相当好 第一局比赛打到现在 张宁在尖沙球上 他的质量更好一些 顶对方后场的这种球 质量更加突出 在这个环节上 周密相对来说要差一点 又是在自己正手 滑板掉了一个直线 获得第一局的局点 张宁现在就是他 除了他的能力比较强之外 技术上也是 要比其他女选手 要显得追求更高一点 所以这样有一些优势 周密刚才也是在往前 想做一个假动作 推对方后场 但是做的不是很到位 没有出现得分机会 双方还是 拉开 那在这个多拍之后 周密失误 11比5 张宁赛了第一局 您现在看到的是2005年 新加坡与毛球公开赛 女子丹丹的决赛 由张宁迎战周密 第一局比赛是张宁 11比5取胜 他在第一局比赛 一上来张宁的速度比较快 打得比较积极 那么他很快的以 6比1取得了领先 那么在接下来周密 也加快了速度之后 追到了5比6 但是在经过一次换发球之后 张宁又在往前得分 把比分继续拉开到8比5 之后他是以11比5 拿下了第一局 在第二局比赛 周密要是想改变这种 被动的局面 他还是要把速度加快一点 尤其在往前 要抢一些高点 主动的来搓对手 争取在往前形成一些机会 那第一局 张宁还有一个就是 他在接杀球和接掉球的 这个回球质量上 变化比较多 有多次通过防守反击 来赢得得分的机会 现在第二局比赛0比0 周密发球 运气稍微差一点 弹网之后没有过 周密得分1比0 张宁又一次在往前得分 周密也是欢迎颜色 通过一个假动作 夺回发球权 优优独播剧场 那比赛打的现在张宁 对于球落点的控制呢 也是比较精确的 尤其一些底线球 周密都判断出现了失误 那这球张宁也是在防守反击的时候 然后这个对角线打得过于靠近边线 结果接万 刚才这一拍是在界内 2比1张宁领先 现在是3比1 4比1张宁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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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周密的球没有到位 披上来有对表现 落点非常精确 5比1张宁领先 那么周密在今天这个比赛呢 还是在场上速度跟不上张宁 而且张宁今天的很多回球呢 都让人觉得周密是缺少准确的判断 好像张宁的很多球都让周密有一些意外 1-5 7-5 5-1 1-5 周密这个球是主动放对方往前 但是自己退得太快了 距离球往比较远 对方又勾一个对角线 这排球回的比较勉强 一排过度 但是张宁想打的质量更好一点 最后回球下往 1比6 周密现在落后5分 天内 2比6 2比6 3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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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球呢 周密要是打也是很难受的 3,2,3,4 刚才这个得分的 好像和前面的一分是完全一样 都是在正手 张静勾了对方一个对角 重复压张宁头顶 再杀一板直线 从比赛来看 周密还是知道张宁的头顶 头顶区还是一个弱点 很多选手都还是 要抓着一个弱点 但是今天他能够掌握 这种主动的机会很少 2比7 又是想压对方头顶 这个球是打到了 这个球出界比较多 打到了双打边线的附近 又送回了发球权 第一局比赛张宁是11比5取胜 现在这一局又7比2 大比分领先 在两人过去交手的时候 从99年开始 周密和张宁就开始有交手 一直到2003年 我们给大家介绍过 2003年上半年的 全英语毛球公开赛 这都是周密处于上升期 进步非常快的时候 他取得了对张宁的8连胜 连赢了8场 正好一直是到2003年的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 决赛当中 张宁第一次战胜了周密 就是在国际雨联的正式比赛当中 之后周密又在2003年 印尼公开赛 丹麦公开赛和2004年的 全英公开赛当中 三次战胜了张宁 但是从2004年开始 就是从去年开始 张宁已经连续三场 都战胜了周密 最近两个人的三次交手 都是张宁取胜 张宁确实是一个大气晚成的选手 其实他进国家队比周密要晚得多 要早得多 但是在原来他明明比张宁要 这个属于老队员的情况下 却连输了8次 后来才慢慢的把 双方的交手记录给追回来一点 周密追回了三分 5比7 落后两分 又看到了扳回的希望 这球张宁稍微犹豫了一下 开始认为是界外 那球落下来之后 好像又是在界内 再打的时候 球没有过 6比7 再打的时候 7比6 6比6 好球 现在头顶的掉直线 位置还是很靠近边线 位置还是很靠近边线 第二局比赛 张宁的突击还是效果都非常好 周密对防守这种球 现在第二局还不太成功 而且张宁在杀球的时候 他的落点有变化 杀到对方正手反手 和追身 那种变化比较多 这是一个运气球 滚网 哇 哇 这个球从漫都转到的 这个动作可以看到周密这个球是放的非常贴网 质量很高的一个球 这是他今天在往前放出质量最好的一排 迎来了往前的扑球的机会 将比分追平 但是跟着就是一个平球档当中 回球的下网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7比7 周密在第一局失利第二局又落后5分的情况下 并没有放弃 现在连追5分追成了平分 双方比赛到了第二局的关键分 现在是张宁的发球权 哇好球 假动作非常漂亮 在比赛一开始 我们就说双方的能力都很突出 尤其是周密 他的多拍的能力是很强的 但是张宁在往前的技术上要更加细腻 尤其是他在女选手的这个比赛当中 在往前有很多的假动作 这是其他很多选手 女选手都不具备的 又是一个 非常漂亮 在反拍的往前连续两次 都是相当精彩的 出手的变化 首先这个球我们慢动作可以看 他是要抢一个高点 那么击球点至少要 最好是在球网之上 和球网基本持平的位置 然后这你才有放网和推后场两种选择 在双方休息一会之后 在七平的时候 双方经过一个擦汗 一个换球短暂的休息 张宁在场上突然加速 一个是他在反拍在往前 两个相当精彩的表演 可以说得了两分 刚才又是一次后场的杀对角 获得全场比赛赛点 张宁把握住了战绩 在七平之后连得四分 11比7 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这样他在今天这场女单决赛当中 是以二比零 战胜了自己的队友周密 继2004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之后 张宁又一次获得了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的冠军 而且再加上2003年 他现在在这里已经是三连冠了 谢谢大家